9月6日 导演吴京及演员卢健山 在尖沙嘴海冰西韵 出席电影《战狼2》首映里 问到吴京跳房成绩如此娇人 心情如何 他直言说不开心那个太假了 变成有很多长辈和朋友 也告诫他需要冷静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想一想自己下一步要学习什么 欠缺什么 舞蹈还透露之前拍戏的伤患 没有痊愈 而接下来仍有很多事情要完成 所以做完《香港战》的宣传后 会做一个小手术 完了之后我要先去动一个小手术 对 因为 之前受的伤动的手术还没有好 身体还没有好 所以要再修整一下 身上的零件需要保养了 同场出席的鲁静山表示 很荣幸能参演这部电影 特别是对电影的跳房成绩 更是感到惊喜 都是作为京哥的好朋友 也为此感到超级开心 这次跳房真的很好 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就是为京哥开心 因为我认识他已经有十年了 大家都经历了很多 然后一个朋友他能够自导自演 自己做编剧 身见素质 又是出品人 投资方 我觉得有这样好的成绩 我作为他的朋友 我真的超级开心 我没听到这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明镜的qиме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